你能把球冰冻 道具就应该是有个冰墙 就是直接有一个墙在上面 然后可以把球冰冻 这是个防守道具 还有一个叫牵球 就是可以把高空的球立马对地 然后不动一段时间就踢不动它 还有一个叫保护罩 就是一弄整个人划到一个球 然后别人在攻击里的时候 就可能会被撞飞 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炸弹 炸弹就可以直接投进去 然后把敌人或者是队友 也可能会找到队友给打飞 其实还有一个道具 还有一个道具就是银河 陷阱哥 整股道具 我吃到这个道具 然后放到那个 就假装放这个道具 你的敌人 你的对手 来捡到这个 哦 就爆了 自己捡了 自己队友也会爆了 也会爆了 但是我看成这样 我自己放的它是个红色的 别人就看的是跟我们正常的 掉下来的那个盒子是一个人 对对对 所以这样有一种欺骗 就也可以就是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样 传球 就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技巧 我觉得传球就是要看清楚 你队友的数字 其实有一个小技巧就是说 如果有人在抢你的球的时候 你可以跳起来传球 这样更不容易别人更不容易打到你的球 还有一个注意点就是我们有辅助线 对就别人传给你的球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见那个线的 然后你就可以提前的去那个就是目的点 更容易接到球 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传球的时候 大家应该散开一点对吧 就是对对对 这样的话传球啊 配合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 你如果你们不能拉开距离 首先我觉得就浪费了传球的作用 对传球的作用 而且也浪费了一个人 因为全部挤在一起了 就相当于说你也带不住球 也没有办法 那队友也没有办法给你补位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整个游戏 我觉得大家不要站好位 就不要看着球就去往里面追 就是有时候你追着球 反倒没有你在这里等着球 效果更好 对 嗯 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大家都要知道 一二件事来传球 对一二件事来传球 但是我们传球件应该是可以赶的 就是自定案件里面 如果大家觉得一二一二号件不方便 大家可以自己自行修改 对对 开局选位啊 就你要看就是主要就是我们守门员的位置 按道理来说我觉得一二三号位都可以去当守门员 但是呢三号位就有优势 因为它离球门近 所以说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怎么说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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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会来不及赶赶到球门 就是所谓三号位就比较适合守门 嗯 然后换位呢 现在我们其实做只是做了个临时的处理 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游戏上面 有一个临时位 然后通过这个来换位 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一直在考虑去做修改 和优化 因为这个东西很多玩家 其实新手玩家竟然就一脸工逼 都不知道怎么换位 也不知道哪个位是守门员 哪个位不是守门员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做优化 就是用一个最好的方式来体现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东西也是在我们考虑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 不愿意 无数目的 不愿意 在这手里 嗯 好